-好 記憶猶新 當年館長也是反紅梅大將 反紅梅大將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喔 全台灣應該蠻多人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當初指責他 也是類似這樣的 第一個人家說他是紅媒嘛 第二個人家指稱他 不法介入中家嘛 一模一樣 那他們的董事長蔡衍明 也出來 也去聽證會嘛 也去那邊坐著 跟他們在那邊 一問一答嘛 這也是他個人嘛 所以說台灣的法律 就是很糟糕 就是說 他要不要辦 他不辦他就跟你扯這個法律 他要辦他就跟你扯別的法律 那中天人家就被拔掉了 不是嗎 按照這樣的一個理論 那中天也要下來 不是嗎 不是嗎 哦 三立啦 三立啦 三立也要下來啊 那當年中天 被你這樣弄 你今天換到三立的時候 你就說無法可法 如果今天 我講實在話 今天如果是 又是中天 那會不會又辦一個街頭運動會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民進黨的所有立委 那會不會民進黨的所有立委 會不會在臉書上 會不會號召 哦 政府如果是民進黨執政 這個NCC會不會定死中天 會 因為是中天嘛 大家今天要問說三立呢 完全不一樣 我沒有法可以罰 我沒有法可以罰 沒有法可以罰 我沒有法可以罰 有法可以罰 沒有法可以罰 果然今天压不了他 很多人都爱讲没司法 司法已死 你抗告 你重审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他们不要串供 你人放在外面 他就会有压力 对不对 他到时候整群人 整个事情协调好了 人放在外面 继续利用郑文战个人的 人民钱影响力 继续影响了这个司法 像是我们 两个人说的 一性重破 对不对 三性脱脚蜜 二性减破 三性脱脚蜜 你人放出来他就是会一直在 继续大家都知道嘛 才有狡猾的人 他就会一直不断的 最后可能变什么 我今天就有听到 最后变成说 我不是贪污 我是借钱 我还他啦 我哪有贪污 我跟他借个五百万嘛 我还他啦 你问他我钱我没有还给他 哦原来是借 原来不是走私 是超买 原来不是买票 是换票 原来不是贪污 是借贷 干你娘的民进党 我是哦 我不是 我是那时候哦 我急 我哦 需要五百万现金 我跟他借一下 我还他了嘛 我哪有贪污 我们不是走私 我们是买的量 超过了 我们不是买票 我们是叫过来 开玩笑 我们再换票嘛 换票嘛 哦 啊你不是说要给他多少钱 还有说他这四年选不上 要补他这些收入 什么都有录音啊 开玩笑而已啊 我给你娘咧 电话录音都录着了 我要给你多少 你票交给丘利利 一票一千万 哦 啊你后面 还是选议员没掉 没关系 这四年看多少 我还报你 你这次交给丘利利 这个检察官 这个法官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再开玩笑 法官OK OK捏 我们开玩笑的啦 OK啦 所以说 你现在如果说 我没贪啦 这五百万 我给他借的啦 我给他借的啦 我借他了嘛 可不可以这样拗 可不可以这样拗 这拗 三星海集会前董事长 郑文燦涉嫌贪污收费案件 桃园地检署 今天二度挑战 深压郑文燦 法院人裁定 一千两百万元交保 检方认定裁定 认识用法不当 当庭提出抗告 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晚间七点三十二分 已经把抗告书 递遭给桃园地院 桃园地院表示 院方接到检方抗告书 以及卷证后 立即以最速件 展开作业 晚间八点多 完成程序后 已派专人把抗告书 以及卷证送到高等法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再抗告 台湾人民啊 台湾人民啊 民进党把你们当弱智啊 民进党把你们当弱智啊 啊 你们是弱智吗 我们是弱智吗 全台湾人都弱智吗 赖清德说 打炸 扫黑 是我们的重点 我执政的重点 然后想要当报清天嘛 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嘛 那 清德兄 你这么干 台湾人听得下去 说你说 哦 该办就办 一千两百万 甚至十二亿 我都觉得 这个钱他永远出得起啊 你一次又一次的让台湾人民认为 司法就是个笑话 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打同意 来的那是 大家认不认为 这场戏是个笑话 怎么抗告他妈的人就是放出来在外面爬爬爬 这是笑话 真的是笑话 司法就是个笑话 你演给各位看嘛 没权没事的人 权势不够大的人 就乖乖的 这四个啊 就乖乖的压在里面 有钱有势的人 就在外面爬爬爬 哎 走啦 嘿 今天再陪他去演一场戏啦 现金传得好 我先过啊 我们就演一场戏给社会大众看嘛 代表我们政府官员有想要办嘛 这叫雷声大 雨点小 真的啊 真的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威力越来越小 我会有这种感觉呢 雷声大 雨点小 一直在那边玩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没水准啊 我觉得没水准啊 如果赖清德 真的要搞下去的话 你那个法官当庭就压人 啊送钱的压在那里 啊收钱的 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贪污治罪条例很重呢 公务人员 贪污治罪条例呢 他是公务人员最佳一等 大家知道吗 行贿政府官员 行贪人既然有罪没有错 但你身为一个公务人员 你接受了贿赂的那个罪是更重的 结果 送钱的人被关了 收钱的人还在外面 然后我们赖清德说 他要好好地处理 该关就关 该查办就查办 你他妈的是在嚎啸吧 你是在嚎啸吧 怎么会这样 有没有人看见 别当 断了 叫人 叫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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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三心啊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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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再來笑一下賴清德啊 好不好 到現在為止喔 到現在為止喔 還抓不到人 人員圍在眼前的小客車 因為這是犯下台南市區域會理事長林士傑 槍擊案的犯罪工具 不過被發現時 內部已經整個燒毀 接受人員在副駕駛座附近找到作案槍施 而消防隊是在一早的5點55分 貨爆有火燒車 槍手就是在犯案後 開到兩公里外的停車場燒車 顯然整個作案都有所計畫 凶險甚至很可能已經離開台灣 貼說的車子這東西 我們目前都在調查當中 好不好 全部的監視器 所有的詳細這幾年監視器 我們都會 都已經在保留 根據了解 除了事發後 嫌犯對死者坐席完全掌握 知道林士傑每週135會固定外出爬山 住家監視器也拍下 他1號跟3號一早約5點35分出門 5號也在40分左右就離家 坐席顯然遭到掌握 休閒當時就是把車停在公園旁的停車格 由於這裡距離死者的住家只有170公尺 因此只要對方有風吹草動 立刻可以行動 果然8號一早5點30分 就看到嫌犯的車子在附近出現 39分下車過馬路 並在45分犯案後上車離開現場 過程中都只有他一個人 為了怕留下帶桌證據 下車後還刻意跨越馬路 沿著空地的路邊行走 在目前第一時間現場看到是一個人 但是後面的調查結果 隨時都會滾動的改變 所以目前我們都不會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先分從犯案前現身 到事發後汽車消失 24分鐘內只留下2.5公里的移動距離 能否追出更多激政 警方還得跟時間賽跑 好 最近我又看到政論節目 拉林北出來講 我是很懶得去跟那些名嘴阿 叽叽歪歪的阿 好不好 喔 說什麼 館長阿 他最 欸 兇手只有警告他阿 像這個就給他死阿 你是名嘴是白癡嗎 他朝我的頭開 他為什麼跑 因為我車上都是人 駕駛座 副駕座 你沒看到我們有人馬上跑出來嗎 我們都是人 我身邊帶了四五個人 然後車上有兩個人 也就是說我被開槍的時候呢 這些人都站在旁邊 車上兩個人 旁邊 車門站一個人 然後車尾我們的員工正走下去 送我上來吧 他們又走下去 然後就貼到槍聲 又往回跑 是因為我們現場很多人 然後我們車上的人有喊他 有罵他 他才跑的 你說他他要打我手 我這樣 有沒有看到我手的槍 我這樣 有沒有看到我這邊的彈孔 從這邊 我是這樣 他從我這邊開 我這樣 啊你覺得他開我手嗎 你們名嘴要我講幾百遍 要我講幾年 我第一發打到這邊來啊 從這邊進去 從這邊出來啊 我是這樣 他打我 他說教訓我 教訓我 我這樣 我這樣 開我這邊教訓我 我這樣 我這樣 開我這邊教訓我 你們好驕傲的啦 吃過子彈的人 我真的跟大家講這種東西 很可怕 我是狗命 沒有很英雄 也不是什麼身體結構 易於常人 好不好 是狗 狗命 老天垂臉 館長啊 我看你 這個 殷朝地府啊 我們目前地獄客滿 對 死了都炸雞飯 開客滿了 你晚一點還進來 地獄大客滿 我沒有辦法下去 你先活著吧 目前地獄客滿中 沒有辦法去 嘿嘿 我們全台灣人都在看 這一號人物 這一號人物 他多有名氣啊 各位知道嗎 這一號人物 館長是什麼雞八啊 這一號人物在民進黨內 是現任的捏 現任的大佬耶 他都敢打掉他 都敢殺了他 這簡直啊 這簡直啊 真的是跟你民進黨直接宣戰 真的跟治安宣戰 我們再看抓不到的到 抓不到 好吧 人人自危吧 抓不到以後賴清德 我看一次笑一次 你他媽的不要跟我講治安怎麼樣 台灣人人人自危啊 台灣人真的是人人自危了啦 好不好 還說什麼屁話啊 林氏姐 喔 這麼大位的人喔 這個真的是大位 這麼大位的人 背景是這樣子 他是走私軍火起家的 對這個所謂的 投入管道啊 投入管道啊 他有相當相當的研究 有不久前 他曾經跟朋友有提到一件事情 最近有人找他 一般我們來講 道上兄弟是很少會去動這種人啊 因為勢必你會 可是今天他卻被這樣 殘忍地被殺害 如果說不是牽涉到 非常龐大的利益的話 應該是不會出此很熟 他正是去余會理事長林仕傑 昨天清晨在自家門口遭槍殺身亡 凶手對他連開至少11槍 下手極狠 且犯案過程緻密 似乎是策劃過的預謀犯案 而資深社會記者戴智陽也受訪透露 林氏傑的友人 曾在生前聽他提起過儀式 可能和案情有所牽扯 林氏傑的背景是這樣子 他過去 他在早年的時候 他是走私軍火起家的 所以他對這個所謂的 偷渡管道啊 這個走私管道 他有相當相當的研究 那後面他因為走私 是軍火被判刑之後 然後坐牢做了7年 之後出來才跟地方的政界人士交好 否則他以前就是所謂的 安平地區的三大角頭之一 那三大角頭裡面一個 已經被人家殺掉了 那另外一個 現在這個重病殘身 所以他是掌管了安平地方的 龐大的一個政治跟地方勢力 那所以說這個殺手你想想看 他會預先提早一天到當地進駐 然後後面還可以掌握他的動向 而且看似是個年輕人 所以我們警方就在研判 會不會是因為牽涉到了某些龐大的利益 所以他被買兇殺人 那現在地方上也傳出一個很巧合的事情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林士傑對於這個 我們講偷渡走私這個東西 他相當相當的熟悉 雖然他這幾年來 他都不碰地方事事 可是畢竟 他還是一個重要的重量級人物 所以他在 不久前 他曾經跟朋友有提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他跟朋友簡單提到說 最近有人找他 要運一批東西進來 但這批東西是什麼 他沒有跟朋友講得很清楚 那可是他也講 他說因為 好 這後面的話就不用多聽 因為怎麼樣大家都在猜測 我覺得 就像館長一樣 當年中槍 一大堆人說館長做了壞事 跟人家利益糾紛 這個少聽一點 這個名嘴 這個建制政論 大家都在猜 這個 就 少點 少點 給死者一個尊重 少點叽叽巴巴的 那時候我被開槍 一大堆人亂講 每一個名嘴 好像他 每天晚上被我幹肛門 每天他睡在我旁邊 吃我懶叫 推他 不然他怎麼這麼 奇怪 他是在政論節目講的 我都不知道欸 奇怪 你是吃我懶叫嗎 你陪在我身邊嗎 你不要睡的喔 你這麼了解我 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聽你在那邊形容 我就覺得 哇草 這瞎雞巴欸 他媽的亂講欸 他媽的一直講欸 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爽 一直講 一直爽 鬆不拿就對了 爛了 又爛 那時候我躺在病院 拿著ipad 外面有一支三腳架 那個新聞 你可以找得到 那是要給我 因為我躺在床上 插滿管子嘛 我沒辦法動 我要看啊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去準備了一個直播的 上面放平板的 那個架子 新聞報什麼 館長好像要開直播與粉絲見面 我家戶病房 我在那個病房 我怎麼見面 我見你老母咧 我只是要看 然後我就躺在床上 我還看了 公阿小 我真的跟你講 我每一天 我那時候躺在病房 家戶病房跟病房 我拿手機 或拿ipad看 每一天的版本差不多都 一下說 我捲入了洗錢糾紛 一下說我跟台中地方角頭 一下說 什麼開健身房引起殺雞 一下說 什麼我之前跟人家結院 一下說我賣海鮮龐大利益 海鮮龐大的雞巴 海鮮超難賺 海鮮超雞巴難賺 海鮮幹你娘 所以我現在不賺了 不賣了 我都沒賣 海鮮龐大利益 海廠王 花之王 很多觸手系列 臉這邊長胡鬚 長那個 乾妳娘知道 你自己在講什麼嗎 這個館長 這個啊 他是種槍錢啊 他跟人家吵這個啊 這個你看這個海鮮直播市場 利益多龐大啊 他宣布他要出來做他就種槍了 我在病床上 這個人到底在講什麼雞巴啊 海鮮利益 是怎樣 你吃一管花枝 是花枝 很迷幻這樣 大家他媽去參加夜店Party 吃鮪魚的吃鮪魚 吃鮪魚卵的吃鮪魚卵 都很嗨這樣 他其實叫鮪魚卵 都超嗨這樣 他媽的不是 大麻啊西海洛英啊 你在吸什麼 吸鮪魚卵 來口白秋 我要抬看吧 我可能 Rach 人家很嗨這樣 海鮮欣輝 進鮪 廣大的利益 那個畫面就是我們一群人 交易大家都穿著黑西裝 會有來不 有啦 錢有帶來不 有啦 來 小羽啊 去染火 染看他的火有青嗎 所以小羽就去 你們後面的冷凍艙打開 它裡面拖出了一條鮭魚 現場三四米 喔 這狂 喔 這鮭魚怎麼這麼狂啊 喔 這不錯的 喔 這鮭魚很順的 幹 這鮭魚很狂的 幹 很青的 很害 蛤 龐大的利益 喔 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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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每次發生這種事情 大家都要去 看這些瞎雞巴亂講的政論節目 去猜測說 這些案子到底怎麼發生的 有些講的很有道理 有些名嘴 他從政治路線走 的確有道理 有些就亂講 有些就 是不是館長以前混哪裡的啊 什麼的 還去挖勒 然後我混哪裡的 我想說雞歪勒 你講的怎麼跟我混的不一樣 莫非他媽的勒 平行時空還有一個陳之漢在混 講到一句白 我怎麼起家我怎麼混的 我在哪裡 全部講錯 全部講錯跟的是誰 全部講錯亂講 反正我能躺海兵 醫院嘛 對不對 我又 我在醫院嘛 我躺在那裡嘛 全身痛得要死嘛 反正你們愛怎麼講怎麼講嘛 你們是每天那媽人來醫院幫我口交是不是 跟我很咪是不是 是不是 一邊幫我口我一邊跟你講我發生什麼事是不是 我覺得莫草莫名其妙 這一群人都這樣這個社會啊 有人啊 對不對 不出乎 必不出乎 勸人知天下事 台灣最強的間諜 007 89 台灣最強的拍片師 呱吉 台灣啊 最會 最會 跟人家直播battle的苗柏雅 以及 網路情之天才 A片研究專家沈柏洋 配上一個什麼都懂的于北城 智障國家隊 你們可以組一個 你們人都很厲害啊 跑去黃國昌那邊說猜的沒猜的沒 賴清德都沒猜的四叉貓 賣大陸天氣 大陸賣6000 台灣賣9000的2486 當個立委 卻去當神偷的黃捷 身家 存款只有18萬 四年之後身價百億的賴品魚 民進黨人才記憶啊 每一個都可以做成動漫 真的 每一個都有他自己的一部故事 都有他的一個傳記 這他媽是什麼搞笑組合啊 人家是復仇者聯盟 這是什麼聯盟 哈 難道我 最認真的立委 我那麼早上班 難道我犯法了嗎 每天不知道 嘴裡都感覺到 嘴裡都感覺到爛的 柯健民 talked abo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說三小 bro 今天你家招了小偷 有人去撬開你家的門鎖 我們把監視錄影機公布出來之後 這個團夥組織啊 這個犯罪組織啊 居然大言不慘的跟大家講 請問一下 你可以公布 我的影像嗎 這是有個資法的啊 這樣是個資法 你的個資法跟你們伯的個資法認定怎麼不同 你的個資法 你的人就是個資法 影像就是個資法 讓我們來看這一段 民進黨 你稱他媽的電視笑話冠軍啊 不 網路笑話冠軍啊 對不起 謝謝董淚謝謝 公開的大開門 讓大家進去簽到 黃捷委員他說呢 他是合法的進入 假設拿的是真正的委員會的鑰匙 就有可能是偷竊而來 那如果他不是 那就更誇張啦 那就代表他根本 他說的他是合法合規合理 完全是說謊之謊言嘛 過去不曾有外界可以取得 立法院內部監視器的影像內容 那到底這個影像內容 是昨天之前是誰提供的 那這些影像內容的真實性如何 如果國民黨黨團 依照這個影像內容 來做出一些不實的指控 我們也認為 要對這個不實指控 等負最大責任 民進黨呢 他們以為 沒有監視器 或是我們不會用公文 去要求提供監視器畫面 所以呢兩度又... 咳 他說畫面會說話 我畫面就是 他媽看到一個人在那邊 畫面會說話 畫面會說話 你娘咧 你去看 網路上面都有 後面 有有畫面 有有 有畫面啊 後面會說話 後面還會 還會 還會叫咧 不要說說話 嗯嗯 一句一句 一塊一塊 你娘咧 他媽咧 用違法的手段 違反意識規則的手段 破門而入 而且我們剛剛從影片當中 可以看到 他們帶了許多的器具 是在破壞一場 那至於他們最後怎麼樣進去 打開門鎖的 我們不得而知 就像是在 呃 黃捷 帶著一名不明的男性 一起在凌晨的時候 那走進去 這個意識場所 那那個男性交付了一樣東西 給了黃捷委員之後 黃捷委員就利用那樣東西 然後打開了門 黃捷委員他的說法 他說呢 他是合理合規 合法的進入 那他說呢 他是因為很認真的上班 我們先假設 他如果進入到會場裡面 是拿的是真正的委員會的鑰匙 那那絕對不可能是屬於他的東西 那那把鑰匙就有可能是偷竊而來 所以我們要請教 到底跟著黃捷一起過去的那名男性是誰 為什麼會交付一個類似鑰匙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給了黃捷 他到目前都沒有跟我們講清楚 那如果他不是拿鑰匙的話 那就更誇張啦 那就代表他根本 他說的他是合法合規合理 完全是說謊是謊言嘛 再退一萬步來說 就算他偷竊了一把鑰匙 他也沒有資格 因為他並非議事人員 沒有資格在那個時候打開那扇門 內扇門只有在七點的時候 由議事人員才有權利 帶著自己所擁有的 由議事處所發給他的鑰匙 公開的大開門 讓大家進去簽到 針對黃捷提到韓院長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做誰的人都在喊出他誰 我們希望我們的韓院長 為了國會的尊嚴 一定要做積極的調查 那麼我們所要進入的地方 也是每位委員可以去的工作場地 他並不是哪個委員特定的研究室 那因為我們時間到得早 想要先到會議室裡面 這也是每個委員日常工作的日常 所以實在不懂 國民黨的指控他的基礎在哪裡 那我們也在今天的黨團協商當中 我們黨團的總召 總召也提出來跟院長去詢問 過去不曾有外界可以取得 立法院內部監視器的影像內容 那到底這個影像內容 是昨天之前是誰提供的 那聽說立法院本身 可以有一個調閱的程序 那麼請問立法院的秘書長 目前立法院對於 我們院區內各個安全保全的 閉路監視器 他的記錄的影像內容 可以由誰透過什麼程序 來提供做什麼樣的申請 可以做什麼樣的使用 我們也希望呢 秘書長啊 還有韓院長呢 要進出的做個交代 不然的話我們也不曉得這些影像內容 從何流出 那這些影像內容的真實性如何 如果國民黨黨團 依照這個影像內容 來做出一些不實的指控 我們也認為 要對這個不實指控 等負最大責任 好 我們補一下喔 來 以後我在路上遇到他的時候 我就會問啊 請問今天遇到的是黃賊呢 還是白賊呢 再提一次 修耀星以後會怎麼叫黃賊 他會這樣叫 黃賊 白賊 黃賊 白賊 黃賊 黃賊 修耀星開箱 黃賊 俏耀門闖內政委員會後 錯了 我們來看他的影片喔 我們一起看 有 我們中嘉賓委員說 有影片有真相嘛 影片會說話嘛 我們再看一次館長演的對不對 喝什麼 你心知肚明 臉多早起上班 合法合規的進到會議室 到底是嚴重在哪 根本不是認真工作 而是破壞意 我們現在演一燒 藍燕金藥 他為了阻止藍營修選霸法 許在8號鈴燈4點56分 從疑似是助理的手中 拿取工具 要撬開內政委員會的門 當時黃賊一腳在前 一腳在後 使命的退 用地的退 一分鐘的時間成功闖入 接著不久後 換地委中嘉賓到場 再換黨團總招科技的明顯身 這些監視器的畫面 讓地院大加上韓國瑜直言 死罪嚴重 不能接受 喊開查 館長拿出來外面散步 有沒有違反個資 這樣好不好 昨天 如果大家有認為 有不適當的地方 有沒有違反個資 台灣的人民認為有違反個資嗎 所以以後你在路上看到館長 你把我拍起來 或是說怎麼樣 只要這個影片 我沒有同意 我沒有同意 你把它放出來 哇那這樣好多人都個資 影帶影片 各資 立法院也不是你家 你如果你家是啦 立法院是你家嗎 你在裡面幹什麼 領我們的薪資 我們不能看嗎 違反個資 通通算穩 這樣好不好 大家就不用發言 是我做的地方 也許不夠周全不夠完善 黃捷死命反駁 堅決自己是合法合規去開會 不過外界質疑 這些早超出立委的免責權範圍 而同樣在黨立委不買單 要讓這起爭議如同一把火 唉真是厲害 真是滑稽啊 很滑稽 你不覺得嗎 就是 就是 你看到 狗在做人 你看到 他們不知道要講什麼 然後他們講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還是很多人相信黃捷的 因為我FB嘛 我滑稽也有看到他 八千個讚耶 還是很多人住處在一起 所以台灣真的是一個奇妙的國家 我相信 這40%的男性 很多人 最近A片產業慘淡 為什麼 館長 最近啊 A片產業慘淡 相當慘 是嗎 是這樣子嗎 因為沈柏洋 你們 我決定我不想看A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看A片 是一個叛國的行為 我覺得看A片 我很有罪惡感 我不愛這個國家 我愛台灣 我去看A片 好不好 現在我不是民進黨的 我愛怎麼看怎麼看 我一點罪惡感都沒有 奇怪 我每天都要看好幾個小時的A片 我覺得 很好看 我一點都沒有罪惡感 但是 你身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看屁看 我問你 我問你 你這個匪諜 你這個不愛國的人 我也相信 支持黃捷的民眾 也是一樣 八點公司打卡 不 你四點就到了 到了 老闆公司門沒開 他媽的雞巴 哪個馬路啊 哪個鐵槌 臭你媽我要上班 砰一下就進去了 老闆八點到 你是痛阿小 我合法 我合法 合規合理啊 我對工作有熱忱 我提早來上班 怎麼啦 我相信各位公司裡面 絕對這一輩子看不到一個 但是你現在看到了吧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出門 我當老闆 我也沒有這種員工 沒有 早上八點上班 晚上四點就門鎖起來 耍小 幹你娘要上班啦 上班工作狂 狂熱啊 狂熱啊 沒有加班費 沒有關係 我愛這間公司 I love I love baby 狂熱者 有人找工作 找到 你有沒有看過完民關頭 就飛進去了 一台車飛進去 撞破了門 差點把人碾死 但是 他只是為了要遞交 他的履歷表 超級求職狂 沒錯 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有 Right 有人熱愛工作 八點上班 四點衝進去 你不讓我進去 我的幹部啊 你娘咧 把門踹了進去 有人 不讓他來我公司上班 我不讓你來 我不錄取 什麼那麽 Bitch 不讓我錄取 我送 送你一台他媽的貨卡 送你一台他媽的 不怪啦 人家說 人家說 官長啊 你會有車關 你看館長都很少穿藍色的 我看到那個顏色 是藍色 Blue的顏色 Blue 我都嚇到 我看有藍色的東西 你們都什麼樣的 車也不敢塞 都叫水戶塞 說我有車關啊 還有藍色的東西 車關 跟您娘你看 今年又發生了 藍色的東西 車關 飛進去 實在是很好笑 實在是很好笑 好 我昨天就講了嘛 台南的朋友 台中的朋友 全台灣人的朋友 我相信 沒有人願意 這樣被叫啦 但是 我們的司法 我們的 台灣的治安真的是 很差 因為後面都綁著 層層的政治嘛 所以台南人 台南人是我們台南的朋友 你們現在變 人家是慶濟之都台中嘛 你們是殺人之都台南嘛 今天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質詢 台南啊 余會的林理事長 居然在家裡的門口 被槍擊 然後他的女兒 還是議員 不曉得院長 認不認識 知不知道這件事 當然知道 知道 那什麼原因啊 現在看起來 這是一個有計畫性的 比方說清晨就在家門口堵人 而且車輛經過這樣輾轉之後 車輛還把它燒掉 而且用不同的交通工具等等 這是一個有計畫的 詹密性的工作 也因為如此 現在我們這整個專案小組 是全面在展開宿醉當中 怎麼這幾年啊 這些槍擊事件 都發生在台南 究竟台南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前台南是俯城啊 結果現在啊 現在變成是 警匪戰上演的場所 三不高級啊 就這樣的事情發生 院長 你要不要查 現在我們是 不排除任何可能 也不假設任何狀況 到底是什麼因素 什麼原因發生的 現在是 全面在搜查當中 包括所有的關係人等等 已經全面展開了 這跟那個太陽光電有沒有關係啊 就是我 我不排除任何可能 但是也不設定任何 特定的一個事件 這樣我們查的範圍 檢調單位查的範圍 才會周延廣泛 那具體能夠迅速來找到這個行為人 我想這是冰山一角啦 因為冰洞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發現這個問題 錯綜複雜 可是院長 如果你遇到 有夠力的人士 不管在媒體方面 或是政治 勢力方面 你敢不敢查 只要是我職責在內 而且對任命有利的 我想委員可以信得過我 噢 那希望 你去吃菜耶 第一個就是 勿網勿縱 第二個 你的肩膀要夠硬 是 希望不要有其他的因素 來影響你 該做正式的這個機會 好 好 我們就看嘛 行政院院長耶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最大的官 整個中央最大的官 我們來看喔 這件案子會查到什麼 人 人現在都抓不到了啦 大哥 人都跑了 你他媽在那邊講什麼 雞巴話啦 換作是我 我很減少耶 換作是我 我一定強力掃當 人到現在沒有抓到 人到現在沒有抓到 你是在他媽演什麼啦 啊 彻查到底 對人民有利 他媽的 我們聊天室看了不知一笑 彻查到底對人民有利 台灣治安就是一直開槍 一直開槍 一直殺人 一直開槍 一直殺人 對不對 別人我不知道 你別來講這一句 怎樣 館長你是被槍開過 嘿 你怎麼知道被槍開過 喔 是不是 你問個屁 是不是 在未來我們多驕傲 台灣每十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 中過彈 台灣每 每年出生 一百個人裡面 就有十個人死於槍擊案 要不要 以後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 會不會啦 以前死因是癌症嘛 現在死因是吃子彈 蛤 十大死因是手 對啊 真的是 蝦雞巴 蝦雞巴亂講 你就把人抓到 我看你後面怎麼辦 查到後面 那媽的又沒了 又亂找了啦 又軟找了啦 齁 我今天上了新聞 所以我得接下來講 另一邊的事情 館長也捐過百萬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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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爆 喬喬 柏柏柏 縣長 連館長也捐過一百萬 鄭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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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了 咱们来错地方 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百姓成穷鬼了 没油水可炸了 老子从来就没想刮穷鬼的钱 不刮穷鬼的钱 你说谁的呀 谁有钱挣谁的 当过县长吗 没有 我告诉你 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 拉拢豪身 交税捐还 他们交了 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 得钱之后 豪身的钱如数奉还 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怎么才七成 七成是人家的 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谁的脸色 他 他 我大老远的来一趟 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 对 我好不容易接了趟火车 当了县长 对 我还得拉拢豪身 对 还得巧立名目 对 还得看他妈的脸色 对 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 那你要这么说 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贵着要饭的 多小人 这时候 这个郑文燦就是没看他妈的脸色 郑文燦就是没有看赖清德的脸色 郑文燦就是觉得说 我他妈的当个 当个的市长 我还得看赖清德的脸色 你不看 你看了吗 七年的案子 接下来的戏 我他妈当个桃园 桃园 市市长 我还得看他妈的赖清德的脸色 是 是 你看出事了吧 有点快乐 我还得看他妈的 他妈ffect啊 我还是他们来看她妈的 我还得看她 gä Ment